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做选区 做选区为了什么呢 做选区就是为了让单层的图片分离成多层的图片 结合图层多个图层来操作 我们的工作才会非常的有效率 我们家的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把一张图片上的主体和它的背景 它的环境把它分离出来 或者给它换一个背景 或者换一个主体 这都行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抠图 抠图在我们的工作中 这非常的重要 那这也是利用PS做设计做图 前期最重要的一项技能 那其实抠图并不是特别的难学 它毕竟是属于前期的内容 咱们在A片的时候 从讲选框工具 讲套索工具 讲这个选区的编辑 然后又讲到了alpha通道 还有蒙版 然后又讲到了一些色彩的知识 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钢笔工具 那我们在抠任何边缘非常清晰 然后非常精准的图形的时候 必用的就是钢笔工具 那在接下来我们又要学习的一部分 抠图方面的知识 那其实就是对前面的知识的一个总结 一个概括 尤其是对于色彩 通道 还有蒙版 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 利用色彩 利用混合模式 对半透明的选区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这样 你就什么图都能扣出来了 那另外一点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知识方面的因素之外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细心耐心 抠图 这是个精细活 那好 那我们在这一节 来了解一个新的工具 新的秘密 通过这个工具 来拓展一下咱们抠图的思路 那么这个工具是什么 它就是色彩范围 咱们现在打开PS 来看这里有一张照片 一个小猫 苗星人 这是非常忧郁 咱们不管它了 但这张图 大家看 这是一个单张的图片 那画面的主体 是这个小猫 如果我想把这个小猫 抠出来 给它换一个背景 这个就涉及到抠图方面的知识 那我们在B片的时候 在B片讲调整边缘的时候 大家来看 讲过如何利用调整边缘 来抠这个人的头发 或者是这个毛发之类的 那么这个小猫的 它的这个毛发呢 其实也可以来利用 那个快速选择工具 然后再结合调整边缘 也能这么干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知识扩展一下 多学会这么几套的工具和命令嘛 多学会点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色彩范围这个命令啊 它在什么地方 那在选择菜单 在这里呢 就可以找到色彩范围这个命令啊 选择菜单这里 另外我们如果是在选择类的工具 比如说巨型选框啊 或者是套索啊 在这种选择类的工具的这个情况下呢 在画面上右击 在右键菜单里面 也能找到色彩范围 那我们来理解色彩范围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那其实就能看出点端倪出来 色彩范围嘛 其实就是用色彩来界定范围 也就是识别不同的色彩范围 来制作选区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照片上有什么色彩 这色彩也并不是特别多啊 就是后边的背景的深绿色 虽然这个背景 它并不是一个平图的一个单色 但是它也是属于绿的一个系列的 那另外就是小猫的这种棕色 浅棕色 还有这个木板的颜色跟小猫 但这个木板我们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coding木板这个直线的边缘 咱们这个抠图的难点 重点其实就是小猫的这个边缘这些毛发 那我们现在来右击 打开色彩范围这个命令 打开了色彩范围这个窗口 这个图像现在变了 那因为是最下方这里啊 有一选区预览 这个预览这呢 选的是灰度 这个灰度预览 其实就跟看通道似的 就是利用这个黑白灰的模式 来观察这个图像 这个颜色的范围 那我们可以选择无 这样这个照片呢 就回来了 当然为了观察的非常的细致呢 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灰度 用这个灰度呢 看的是非常准确的 毕竟这个画面比较大 里面这个小窗口呢 看这个预览的小窗口呢 太小 看不太清楚 那好 现在来看 最上面这里的下拉选项 就是选择菜单 来选择颜色 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 可以选择取样颜色 也可以来选择 红黄绿 青蓝牙红 选择这六种颜色 下面还有选择高光的部分 中间调的部分 阴影的部分 那另外这还有选择肤色 那可以智能的识别出 这个人像人脸啊 这个肤色出来 但是这个颜色呢 它识别的准确不准确 这个也是 哎呀 这是另一说了 下面还有异色 那也可以把异色呢 单独作为选区选择出来 那这个异色 咱们前面其实也说过 那就是CMYK 它这个打印不出来的颜色 也就是RGB的这个色域比较宽 然后呢 有些颜色呢 太亮 这些打印无法被打印出的颜色呢 那就可以把它叫做异色 它总之可以来选择颜色 来定范围 比如说我们来选择绿色 大家想一想 这个画面上什么绿色比较多 那就是小猫后面的背景 是吧 我们选择绿色 你其实现在就表示着 这个绿色的部分 将会被生成选区 因为呢 这个小猫这块 这个是黑的 木板呢 也是黑的 只有背景的稍微发点亮 是个浅灰色 其他的就非常的黑 那咱们在通道 学通道啊 学这个蒙板呢 都知道 黑色代表的是不透明 代表的是0%的选区 其实就是没有选区 那么比黑稍微亮一点的颜色呢 就是变成了半透明的选区 直至到白色 那就是不透明度为100%的选区 那现在黑色的部分 这个这没有选区 那这些偏点绿的颜色 这背景里面 哎 有绿的成分吗 他就变成了这个 哎 稍微浅一点的这种灰色了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选择红色 选择红色的话 这个是不是正好就相反了 哎 这个 哎 这太太太恐怖了 这 这小猫 啊 这挺恐怖 但是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区域啊 背景部分都黑了 嘛 因为背景部分是绿吧 红的这个颜色最少 那现在这个选区呢 主要就是针对的木板 还有小猫 但是这个选区的不透明度实在是太低了 因为白色 大家想一想 白色是百分之百 那这些深灰色 小猫身上的深灰色 木板上面的这些深灰色 其实他的这个选区的不透明度啊 也许就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八 啊 就这是这个样子 这个选区的不透明度呢 非常的低 那如果我们想通过这个红色 来整体的把这个小猫抠出来 大家觉得可能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的是吧 难以实现呢 那好吧 那我们就需要来使用这个取样颜色 自己来选择颜色 选择了取样颜色 这个时候鼠标在这个画面上的 就是一个吸管工具 那我们在画面上吸什么颜色 这个画面上哪一部分呢 就会变量了 变量的就说明 这一部分将会生成选区 那我们点了确定之后呢 这个选区就出来了 那既然我们想抠这个小猫 小猫的颜色感觉是比较乱的 小猫身上 大家看 把这个预览先关一下 小猫身上这个颜色挺乱挺多的 不如背景颜色呢 那么单纯背景的这个绿啊 虽然也是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绿呢 还算比较均匀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选背景啊 完了之后可以再反选一下嘛 是吧 甭管是背景前景了 他们都是可以来互相交替的 那好 咱还用这个灰度来预览 选背景 那就在这个吸管 在这个背景上吸一下 就这样吸了一下 点了一下 选取了一部分绿色 我们看这个小猫的这些毛毛的 这个边缘呢 现在已经出来了 但是也并不太理想 因为上面这里呢 上面这里还不是特别好 而且呢 有些地方 这个不够亮 不够亮 说明这个选区呢 就不够纯净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咱们看下面还有容差 可以来调节这个容差 容差越大呢 这个范围就越大 可以把这个容差呢 增强 太强了的话 小猫这身上这个绿的成分 也就都出来了 调一个比较合适的值 感觉这个毛发这块呢 既有细节 又有清楚 这样就感觉好多了 那现在选区变成了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个边缘 可以按这个Ctrl加 放大一下 这边感觉 这还凑合 那上面这里 上面这里呢 感觉还是比较脏 那这个边缘部分 还是不太理想 那如果我们继续来 增大这个容差值呢 那这个时候 上面是上面是感觉差不多了 但是 这个小猫的毛发 这里面的这个 这选区的都出来了 这就乱了 所以说这个容差呢 还不能特别高 还得往回走一走 那这个时候 上面这块怎么办呢 那咱就可以来用这边的添加到取样 刚才我们用鼠标点一下 这是取样一次 单次的取样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加号呢 来增加这个取样的范围 后面还有小减号 那是减去 这一样的道理 有加就有减 我们选择添加 添加到取样 然后呢 把头顶上这一块 颜色呢 点一下 这一下呢 就点没了 还可以再来一下 这边脏的部分 可以再来一点 这样这个背景就变得非常的亮了 那这个背景变得全白了 这个选区做出来才是非常的干净利落的 当然是现在这个小猫这块 这里面这个又出来了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容差呢 稍微降一降 哎 结合着来 既然添加到了取样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容差调的那么的高了 啊 容差太高了的话 一些灰度的半透明的选区呢 其实也就丢掉了 容差可以稍微再低一点 然后再看一看 啊 看现在这个感觉 那这样呢 这个大致的范围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击确定 啊 这样的生成选区了 这蚂蚁线 生成选区之后 我们最好 来把这个图层的复制一份 拽到这个图层面板上 复制出来一份 然后呢 给他加一个萌板 啊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点删除啊 一定要加萌板 啊 我们把这个放到最上面 然后给他这儿加一个背景 然后再把这个图层呢 添加一个萌板 哎 添加萌板之后 这个背景这块呢 就留下来了 当然现在这个萌板是反的嘛 那我们选择这个萌板 然后按Ctrl I反向啊 或者是调整 这里的反向 点一下反向 这就反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小猫就扣出来了 啊 接下来再做一些修饰性的工作 就是把边上这些呢 那这就直接利用萌板 把它擦掉就完了 啊 一些没用的这些脏的颜色的擦干净 擦掉它 哎 这小猫这块的就出来了 啊 连这毛发这个都抠出来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也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呢 有萌板了 这个萌板呢 给了我们一个无限调节的可能 无限深入的可能 大家可以在这个蒙板上右击吗 然后进入调整蒙板 哎 这个回到咱们B片 前面说那个抠图那个课程上来了 那针对这个小猫的边缘 咱们可以开启智能半径 啊 稍微的智能化处理一些 然后把这个半径呢 再 再来一点这个半径 啊 或者把这净化颜色 啊 因为有这个绿边吗 把这个颜色呢 也稍微进化 把这个绿的稍微去一去 那这感觉都好多了啊 把这个边缘也可以再来调节调节 嗯 往里收或者是往外扩 那这样看着比刚才呢 就又好多了 所以说调整萌板 或者是调整边缘 这个是咱们学习的重点的重点 一定要善意利用它 啊 这抠图嘛 都是综合类的知识 不是说我就学会了一个 一个命令 我就可以来反复的用 什么图都可以用 啊 你这个汇的越多了 你的方式方法 你的这个思路就越多 好 感觉这个边缘满意之后 咱把它输出 这个还是一定要带上萌版 你选这个 新建带有图层萌版的图层 啊 创建一个新的 然后点击确定 啊 这个时候上面这个就新的结果呢 就变成一个新的图层 而且仍然带着萌版 如果计算机处理的有一些地方呢 我们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个时候就应该来上 上手了啊 开始图手了啊 观察一下这个萌版 啊 这些萌版的边缘 那如果我们对这个抠图的要求 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高的话 还要做一些必要的手工处理 那就是选择画笔啊 利用黑白灰的颜色 在萌版上来进行一些细节的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的时间 调整的这个工作强度 那就是看我们对这个作品 有多高的要求了 也可能我随便修上那么几下 不透明度流量 随便修那么一 修修这些边缘毛毛 毛毛呢再修出来点 也可以用黑色呢 再去掉一些多余的 一些细节的东西 也可能我就是修那么几分钟 就能修好 那也有可能的就是修几个小时 甚至修上一天两天 这都没准 这就看咱们这个对这个作品啊 有多用心了啊 你想把它达到什么样一个高度 你就需要这样用手工的来去调节它 但如果觉得手工这块还是不满意 可以呢 再来 再来在这个蒙版上来 调整蒙版 继续来调整蒙版 比如说感觉这个边缘 还想再处理一下 可以再来开启智能半径 再来智能的分析一下 就这样 直到调到我们满意为止 然后 形简带有图层蒙版的图层 输出一个新的 确定 这一个无损的抠图的操作 而且每一步的步骤呢 也都在保留着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利用色彩范围 然后来结合蒙版和调整边缘 把这个图呢 就抠出来了 那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抠图 你是做什么图 钢笔啊 或者是快速选择工具啊 或者是咱们后面要说的通道抠图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抠图 永远都离不开蒙版 都要带着蒙版 千万不要删除 或者是用这个橡皮擦掉 这都是永远都不要碰这种操作 永远都要带着蒙版 来随时进行无损的调节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图 才能反复的利用 而且有无限深入的可能 这是一个最高效 最科学的做法 那么好的 通过色彩范围来抠图 咱们就简单的说到这儿 那咱们下集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观看静伟Photoshop教程 那我们在上一节讲了如何利用色彩范围来抠图 这是一个思路 那另外还有一种思路 就是利用通道来抠图 那我们经常会利用通道来分析什么样的选区呢 那就是半透明的选区 或者那就是边缘柔和的这种 类似于语化的这种选区 那如果是这个不透明的选区 边缘清晰的选区 这我们用套索工具啊 用快速选择工具啊 甚至用钢笔工具啊 这都搞定了啊 这根本都用不着通道 但是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类似于烟雾啊 这个云彩啊 头发啊 还有好多这种半透明的 或者是边缘比较柔和的虚化的这些 那这些选区 你用套索或者用钢笔什么的 这些抠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原色通道来辅助我们制作出来这种半透明的选区 那好 现在我们打开PS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咱们以前也见过 那么它的这种火焰火光还有这些烟雾 这些边缘 如果我们想把它抠出来呢 用之前的什么钢笔啊 什么套索啊 这是很难的 当然我们利用调整边缘 可能呢 也能把它抠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来了解一下 利用通道啊 分析原色通道 我们来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呢 来了解一下通道和选区之间的关系 那么学习利用通道来抠图 首先大家要了解选区 你对选区呢 要认识的非常充分 那如果你现在对半透明的选区 语化类的选区 选区和蒙版 它们之间怎么来生成 这些知识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你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咱们的A篇的 讲选区编辑的课程 比如说A篇的14级 还有这个A篇的20级 那这是讲这个选区 还有讲这个通道的 有些alpha通道 alpha通道专门是针对选区的 了解了这些选区和通道之间的这些基础的内容之后呢 你再来研究通道抠图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来打开通道面板 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 它发的这个颜色就是红色 红色比较多 那在通道面板里面看这个红通道 红通道里面非常的亮 那在这里这是红色的原色通道 那如果我们利用alpha通道 利用alpha通道的原理 alpha通道的知识 来分析这个红色通道 那么就是红色这个区域 它所生成的选区的不透明度 是高还是低呢 大家想一想 是高还是低呢 当然是高 不透明度呢 是高的 因为它是亮的 非常的亮 甚至有的地方 可能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非常的亮 百分之百的就是白色嘛 越接近白色 这个选区呢 就越不透明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红色抛开一边 不说它发的一个红光 咱们只从这个alpha通道 从这个不透明度上来说 是不是颜色越亮 这个不透明度就越高 那颜色越暗呢 不透明度就越低 比如说再往旁边看 这变成深灰色 一直到黑色 这个时候它的不透明度 就是百分之零了 那百分之零还能生成选区吗 还就没有选区了 那么好的 咱们先把原色通道放一边 咱不说这个 咱们来说一说合成方面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人 连火焰带这个烟雾呢 把它抠出来 然后把它抠出来呢 放到一张这个背景图片上 让它两者呢 做一个合成 那我把这张图片 可以拽到这边啊 拽到这个图上来 拽过来 这大小不太一样 可以Ctrl T 自由变换 如果我想让这个火焰人 和底下这个海底的照片合成 用这个海底照片呢 做背景 火焰人呢 做主体 放到这个海景的照片上 那我们之前学过混合模式 可以直接利用 绿色 把这个黑色过滤掉 这样的可以说就是变相的完成了一种抠图的操作 是吧 这也算是抠了图了 把这个黑色去掉了 单独把这个人抠出来了 但是这是从混合模式这个角度来说的 啊 因为这底下这个蓝色的海洋这个图呢 比较暗 所以衬托的 就着火人这个颜色啊 啊 这还可以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白色的背景 你说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填充一个纯白色 那这个时候你再用混合模式还行吗 这出不来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混合模式就做不出来了 那我们就老老实实的把它来个抠图 把这个火焰人呢 抠出来 放在白背景上 啊 只要抠出来之后 你白背景黑背景 什么蓝背景 绿背景 放到什么背景上都可以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下通道方面的 现在来回到通道里面 来看红通道 绿通道 蓝通道 啊 都有 那尤其红通道呢 这是发光是最强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红通道呢 复制一份出来 复制一份红通道 把它变成alpha通道 那就可以在红通道上来右击点复制通道 在这里可以起一个名字 那就是红副本 然后可以点击确定 那这个时候就复制出来了一个红通道的副本 那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alpha通道 那我们目前不管它这么多 那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用它来生成选区 如何来操作呢 就是按着control键来点这个通道的缩缆图 当然也可以利用通道面板下面的这个按钮 啊 来生成选区 将通道作为选区载入 点一下 这样呢 就生成了蚂蚁线了 那这些选区呢 就是当前通道上这些高量的部分 它们所生成的选区范围 这个时候我们来激活符合通道 啊 回到图层 这个面板上来 然后呢 就可以在这张图上给它加一个萌板 哎 加了萌板之后 大家看这个时候这个火焰人就被抠出来了 啊 现在这是白背景 把白背景隐藏掉 这是放在蓝背景 还可以把这个背景也隐藏掉 啊 透明的网格 这就是通道抠图 利用通道来制作选区 那这是非常简单的 利用通道来抠图这个例子 那我们也没有用这个通道做什么编辑的工作 啊 直接拿来用的 当然我们以后利用通道来抠图的时候呢 还会来进行更多的编辑方面的工作 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图都像我们这张案例图一样 这黑底的 然后直接就可以拿来用的 颜色也非常的这个红 非常正 啊 好多图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那咱们后面讲抠头发的时候 还会讲如何来在通道里面进行计算啊 详细的编辑啊 然后用画笔进行一些修复啊 调节色阶啊 啊 总而言之通道嘛 这些编辑 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像搞图层一样去搞通道 所以在通道里面 经过一些各种各样的编辑 那最后能够得到非常完美的选区范围 那你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好 这个图呢 很简单 把它抠出来了 当然现在生成了蒙版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些深入的调节 那咱们上一节可以讲啊 只要你保留蒙版 那就是给你一个无限深入的可能 比如我们现在选中了一个蒙版 咱们按out键看一下这个蒙版 这个蒙版其实就跟那个通道里面 那个情况是差不多的 是吧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蒙版呢 进行一下编辑 比如我们想去掉一些黑色的部分 那就可以色阶 Ctrl L 调色阶 然后呢 把这个深色呢 加深 加深一些 亮色的提亮一些 然后点击确定 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来看选区的边缘呢 就更清晰了 咱们可以返回一下 看刚才 这刚才这个 它还有大量的雾蒙蒙的东西 调整一下蒙版的对比呢 就变成这样了 更清楚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 其实了解的就是 通道 选区 图层 蒙版 这四个内容 它们相关联的操作 你只有把这个四大项 都了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全都门清了之后 这个时候 你在用通道抠图 抠任何的图呢 这都是小菜一点 那这个就大家得一边练习 然后呢 一边思考 然后多看看前面的基础教程 来结合起来 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好的 这一节课呢 就到这儿 咱们下节再见 拜拜 同学们好 欢迎观看 静伟Fotshop教程 咱们在上一节 又对通道和选区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做了一个强化的了解 那了解到 怎么从通道里面来生成选区 然后呢 利用这些选区来进行抠图 来进行图像的分层处理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再来对通道 做更深刻的了解 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命令 来了解这个通道的 这些色光的混合 而这个命令呢 就是计算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PS里面 在这里呢 打开这个图像 那么这里有三个图层 最上面这个图层 这是一个白色的圆形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着火人 把这个隐藏 底下是一张 这个海底世界的照片 这个图像呢 有这个三个图层 那这个白圆形 咱们先把它隐藏掉 这是待会儿要做蒙版的 这不用管它 那我们之前在讲应用图像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应用图像这个命令 乃是对图像呢 进行高级的混合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计算这个命令呢 和应用图像呢 就非常的相似 如果说你彻底了解了 应用图像 它这个工作方法 这个命令的使用呢 那么你了解计算呢 就非常的简单 啊 计算它和应用图像呢 这个道理基本上一样的 那只不过应用图像 这个命令呢 它所生成的结果 是针对于图像的 图层上的图像的 而且呢 它可以来混合符合通道 那么计算呢 我们来看 在图像菜单 在应用图像的下面 这里呢 就有计算命令 计算 它生成的结果呢 只是单通道和单通道的混合 啊 它不能是符合通道进行混合 那所以说 它生成的结果呢 就是黑白的 而且它可以来直接生成通道 啊 这就他们之间的不同 那另外 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个咱们点击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现在咱们来打开计算命令 看一下 打开了计算命令 这个窗口 那这里呢 提供了两个圆 圆一圆二 啊 这两个圆呢 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我们看 在圆上 最上面呢 可以选择文档 可以跨文档之间进行计算 啊 我们就选择当前这个文档计算 然后呢 还可以选择图层 可以选择合并图层的 这个也可以选择单个某个图层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招火人 那接下来呢 就来选择它对应的这个单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这里呢 可以选择灰色 啊 也就是符合通道的灰度级别 那它并不能选择符合通道的这个 整个这个颜色 啊 它是带不了颜色的 只能选择灰度级别 那另外呢 当然还可以选择红绿蓝 单个通道的这个灰度的级别 啊 还有透明区域 那么下面的圆二也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从这些选项 咱们就可以发现计算命令 它计算的是发光级别 而不是计算的颜色信息 那计算这个发光级别 计算这个通道信息 它有什么用呢 哎 就是为了最后生成这张灰接图 那这张最后生成的灰接效果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制作选区 哎 这又回到这个通道和选区之间的联系 这个根本上了 那再来看下面 下面这里呢 就混合模式 啊 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这跟应用图像是一样的 啊 可以来选择不同的色光的混合模式 然后下面还有不透明度 啊 控制这个混合以后的这个强度 那下面还有蒙版 这个蒙版和应用图像 那个也是一样的 啊 勾选了蒙版之后呢 就可以来选择某个图层啊 或者是合并图层啊 某个图像呢 当做蒙版 也可以选择相应的通道 或者是透明的区域 或者是灰接的这个图像 那最后来看生成的结果 在这里结果呢 是可以选择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生成一个新的文档 当然这个用的不太多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呢 直接来生成一个新的通道 啊 当然生成通道呢 也就可以生成选区 啊 这两个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啊 常规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来选择把结果呢 生成一个新的通道 因为我们计算 就是计算的这些通道 在一起混合 然后呢 我们生成一个新的alpha通道 保存在通道的面板里面 这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这个生成的通道 再建立选区 再去抠图啊 什么什么的 啊 那个就后边咱们都知道了 啊 这就是计算命令 说白了 它就是针对于通道 进行混合模式的计算 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图层 那么选择不同的图层呢 也是来选择这个图层相对应的 这个通道 总而言之 就是把这些信息呢 综合起来 通过计算 就是计算机的计算 把这些通道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呢 计算成一个新的alpha通道 这就OK了 这就完事了 那好 咱们现在呢 就来分析一下 就来根据这个图像来看一下 我在园一里面选择的是图层着火人 把预览先关掉 也就是选择的这个找火人 这个图层 然后呢 选择的是它的红通道 它的红通道 咱们前两课也用这个图像了 也知道 它这个是红色 红通道是发光是最强的 咱们把这个啊 看这边 咱们来看通道面板这边 红通道 这也是最亮的 好 选择好了它的这个红通道 然后在圆二呢 选择的是海底世界 也就是底下这张偏蓝色的海底的照片 然后呢 我选择的是蓝通道 让它俩呢 混合了一下 那看现在画面上的预览区域呢 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个区域 它是怎么混合的呢 就是通过底下的混合模式 我在这里呢 选择了一个叠加 这样 招呼人的红通道和海底世界的蓝通道 在一起混合 得到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结果选择新建通道 点击确定的话 这样呢 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alpha通道出来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来 加上一块蒙板 加上一块蒙板 选择这个本图像 然后选择 白圆形 那在通道呢 就使用灰色就可以了 啊 选红绿蓝也都一样 因为这个是个白色 它每个通道 灰色啊 红绿蓝啊 都是白 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点击确定 之后呢 这个结果就变成alpha通道输出出来了 点击确定 来 现在我们来看 在通道面板的最下方这里呢 就多出来一个alpha1 这个通道 那么之后的事情呢 就是来根据这个alpha1 来生成选区啊 来抠图啊 或者来调节图像啊 啊 这就是以后的事了 这就是计算命令 不同的图像 不同的图层 不同的通道 他们呢 可以来进行混合 这个计算命令呢 就给了他们一个桥梁 可以通过不同的混合模式 进行混合 因为我们在通道面板里面 大家看通道面板这里面 这里面 它不像图层啊 图层这里有混合模式 可以对图层进行简单的混合 通道面板这里面 它不可能有 所以如果我们想 把这个通道的发光强度啊 这个区域啊 来进行混合模式的计算的话 就只能用计算命令了 啊 就是计算命令 当然计算命令 这个工作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图层来模拟出来 那这个大家就当做一个深化理解的 一个常识吧 看一下就可以 咱们现在把这个通道面板 先不管它啊 就来看图层 那这里呢 我做一个模拟计算的一个文档 那大家看这个结果和 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结果 你看这两个文档啊 我再来回来切换 这两个文档 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啊 因为我在图层里面啊 也模拟了一下 啊 我们先把这个模板关掉 我爸找火人的这个红通道呢 复制了一份 复制到了图层上 那这个之前咱们也讲过 这都可以复制了 复制到图层上 然后呢 把海底蓝通道呢 也复制了一份 复制到了图层上 然后两个图层啊 通过叠加这么一混合 哎 也是出来这个效果 完了之后 啊 也加上这个 图层蒙板 啊 就跟计算里面 加那个蒙板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最后生成的结果 哎 两个结果 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想一想 你只要把应用图像 把混合模式 把通道啊 包括原色通道 alpha通道 把这些通道的原理 这些知识都吃透 弄懂了之后 理解这个计算命令呢 是非常的简单的 是吧 那么这一节课 了解了计算命令 它的这个原理 那做具体实例的时候 咱们还会用到 这个计算这个命令 到时候结合实例啊 可以再来说 那么这一节就到这 那么下一节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欢迎继续来观看 静伟Photoshop教程 那通过前面几课的学习 咱们加深了通道和选区 这方面的理解 那这节课呢 我们通过前面学过的知识 来利用通道 辅助我们来抠这个照片上的头发 也就是说给这个人物啊 有头发啊 他们的背景啊 把他们的背景去掉 或者给他换一个背景 那其实就是利用通道 来分析出来这种毛发呀 发丝啊 类似于这种半透明边缘的 这种选区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美女模特 那她这个头发也很飘逸 但是呢 这是一张单张的照片 那如果我们想把背景去掉呢 这个时候咱们前面也学过 好多这个抠图的知识啊 比如说用调整边缘呢 也可以用刚刚学过的色彩范围啊 都可以把这个头发抠出来 好 咱们用色彩范围 也抠那个小猫的毛发了 那给这个头发情况也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既然了解了通道 咱们就从通道这个角度 利用通道来辅助我们 把这个选区呢 做出来 把这个背景去掉 或者把这个人物呢 抠出来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通道面板 在这个通道面板里面 来看一下 红绿蓝啊 三个通道 然后呢 观察这三个通道 看看哪个通道的对比呢 最强啊 也就是说背景 对于背景呢 这是比较浅的颜色 也就是发光强度比较高 那对于头发呢 都是比较暗的颜色 头发这个RGB值呢 发光强度都比较低 所以头发它是比较暗的 那如果我们找一个 对比比较强的 对比最强的 这样呢 有利于我们来做出 最清晰的边缘 那么来看红绿蓝 其实这张图片看上去差不多 红色不太好 绿色和蓝色呢 差不多 那比如我们就选绿色吧 使用绿色 利用绿色这个原色通道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色的原色通道呢 复制一份 那可以直接拽到通道面板上 这个新建的按钮上 来做一个绿色通道的副本出来 那么针对这个绿色通道的副本 那这个alpha通道 我们呢就可以做一些处理 直到把这个选区呢 把这个选区范围找出来 那么处理通道 这个方法有很多啊 咱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对于图层的操作 对于通道呢 基本上啊 也都是通用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首先可以来给他调整一下色阶 啊 Ctrl L 调整一下色阶啊 或者直接调一下色阶 来增强一下他的对比度 让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啊 比如说 亮的部分呢 增强一些 暗的部分呢 加深 当然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 也不要太过 啊 你说我我直接来个特别强的黑白对比吧 啊 这样是省事 但是这些边缘 这个毛发 这个边呢 啊 就一些半透明的感觉的东西呢 就没有了 所以说 先优了点 慢点 先来做 第一部分的处理 哎 好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通道里面的对比加强了 也就是说亮的部分变得更亮 暗的部分变得更暗了 这样生成的选区呢 哎 就越来越准确了 那么大家知道在通道里面白色 哎 浅色亮的部分呢 才能够生成选区 那么暗的部分呢 是选区外的范围 那现在呢 正好是相反 因为头发嘛 这个正好是暗的啊 虽然我们后面也可以反向啊 这都无所谓 按这个 暗的座 就是按黑的座也可以 其实呢 按白的座呢 也可以 无非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来给他执行一下反向 Ctrl I 反向 或者呢 直接图像调整 找到反向 那反向之后 那这个白色的部分 这头发的部分呢 就是将来我们要做的选区 那么这个人物的肤色呢 这这就很简单了 是吧 咱们把拿这个画笔 用白色的画笔 把这个人的肤色呢 都擦掉 因为他都在这个选区里面 这个选区 咱们就不用担心 都在这里面 这就不用管他了 咱们要考虑的就是外围 其实就外围 发丝边缘这一块 这些东西啊 可以拿画笔 那这块小边缘这块呢 这块就是人的外边 可以拿钢笔 比较精细的 勾一下 生成个选区 然后填充一个 白色 这样这个人整体的边缘呢 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边缘呢 还不完美 啊 肯定 是要擦掉的东西 把它擦一下 里面这些灰的东西呢 擦一下 把这一个 锡的一个边缘 这些杂色呢 都修一下 把它都擦掉 这里面这个东西 肯定是影响不到的 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好 把里面都擦干净 然后可以再来对色阶 针对色阶呢 做一下调整 啊 这个背景这个整体这个 变得更暗一些 但是因为这个背景啊 它是一个带有渐变的背景 整体调的话 还是不太理想 那我们就可以来选中一半 选中一部分 然后再来调缩键 直到把它们调黑 然后其他的地方 再来拿画笔 选择黑色 不干净的地方呢 再来涂黑 尤其这里 头发尖这 这还有一些杂色 可以再来 框一下 选中这一部分 然后呢 再使用色键 把这块呢 给它 压黑 确定 那这样呢 就得到一个基本的选区范围了 那这一个通道里的 其实啊 做成这样就足够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按着 Ctrl键点一下通道 或者是利用通道面板底下这个小按钮 载入这个选区 按一下Ctrl键 生成选区 然后我们选择符合通道 不管这个选区这个alpha通道了 回到图层上来 回到图层上来 然后就可以来给它加上蒙版 这样这个人物背景啊 一下子就去掉了 还可以给它换个背景啊 可以加上白背景 啊 或者是给它换一个别的背景 那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效果 这个头发 这个发丝啊 这些东西啊 效果非常的不好 虽然是抠出来了 但是这个效果呢 我是看着不理想 估计你们看的也会觉得不理想 那我们还得再来细致的调整一下 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通道里面 再去修这个行啊 什么的 是不是得回到通道里面 接着再来修啊 再来修这alpha通道 一点点的手工去修复它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啊 你要这么想 那就太传统了 你大错特错了 我们现在不用管通道 直接回到符合图像上来 然后回到图层上来 找到它的蒙版 然后呢 右击选择调整蒙版 哎 那这个蒙版嘛 咱们之前都讲过 它跟那个调整边缘是一样 这个蒙版 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编辑调整 那对于这个头发 我们可以来开启智能半径 然后把这个半径呢 可以 加一些 然后把这个边缘呢 移动出来 来找到更多的发丝 更多的细节 可以把这个半径再大一点 大家看 现在这个更多的发丝呢 就都出来了 还可以使用进化颜色 来加强这个发丝的效果 使用调整蒙版 哎 用这个命令呢 这后期的修复 动几个参数 这一下子就OK了 那现在看上去就比较完美了 当然如果感觉这个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在通道里面 或者在蒙版里面进行更多的手工的修复 那对于局部的再来一个发丝 一个发丝的修 那对于一个小范围的一个修补性的工作吧 那也可以是有的 那这个我们把它可以输出为 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图层 那就是一个再做一个新的 这样就出来一个新的图层 那新建出来的这个图层 这个发丝效果是非常的细致的 那在最后呢 可以手工的通过蒙版 把一些杂色的部分的擦掉 不干净的地方擦一擦 可以在白背景下看的 是比较清楚啊 把这些东西都擦掉 不干净的东西都擦了 这样就干净了 干干净净的 换个背景什么的 这都非常的好 那在这里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过调整蒙版这个命令 然后里面使用了移动边缘 尤其使用了进化颜色 要对这个图呢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把蒙版先去掉 大家看现在这个图 这个图呢 经过了损坏了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新建一个图层 就是做出一个副本来 我们把这个隐藏掉 底下这个图层呢 还在 圆图还在 这个是圆图 我们把这个圆图这个蒙版可以扔掉 不要它 那上面这个图呢 把这个打开 上面这个图呢 这也是我们最终的效果 那底下这个呢 就可以 可以放到底下当作一个圆图的备份 这样万一有什么错误之后呢 还可以再使用圆图呢 再进行一些修补 再找回来 那这样通过通道的辅助 来找到基本的选区 然后再通过蒙版进行细致的调节 那这个头发就抠出来了 那好 这一节呢就到这 咱们下节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静伟Photoshop教程 那我们上一节利用通道 辅助我们制作选区 来抠出来这个头发 就是给这个人物的头发呢 去掉背景 把这个人物主体呢抠出来 那这一节课呢 咱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就是现在这张照片 大家看这个照片上的女孩 她的头发呢 相对而言比上一节课那个 就有点难度了 更复杂一些了 首先说她的光影啊 她是有两部分 有亮的部分 也有暗的部分 再一个她的背景呢 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单色的背景 那她背景这个有绿桃 然后有这木门 背景的颜色也比较花 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图 我想把这个女孩抠出来 那就是连带头发 把她那个背景去掉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那当然还是利用通道呢 来进行辅助 那中间呢 还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一些局部的地方呢 用一下调色 然后还要计算呢 咱们这些刚刚讲过的东西 这些工具 这些手法要综合起来来运用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头发 我们要分成两部分来做 那就是对于头发上亮的部分 像左边这比较亮的发丝 做一次选举 那右边这个比较暗的头发 暗部的头发呢 再来做一次 再就是右边一些头发丝 这小细节 也需要来单独处理一下 这样的这个复杂程度呢 就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大家不用害怕 再复杂的图 那也是简单的步骤 累积起来的 把它拆分开 分解开 它还是一些简单的步骤 都是咱们学过的命令和操作 那现在咱们就来通过通道 从通道里面入手 然后把这个选区呢 做出来 把这个女孩的背景去掉 把头发抠出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图片的通道 红绿蓝通道 就选择蓝通道的刻意 那在蓝通道里面呢 使用选框工具 咱们先选这个半边 先选这个量的这块 然后复制这个蓝通道 做一个蓝通道的副本 然后呢 调它的色阶 增强它的对比 黑的变黑 亮的变亮 这个上一节课都讲过了 做法上跟上一节都差不多 变成这样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细节 那接下来这个工作就是 把这些没用的部分啊 都里边的部分都化成白颜色 那这都是选区内的 选区外的部分呢 这要是黑的 那这里用选框工具 把这里选一下 勾选一下 做一下色阶的调整 把这些杂的颜色呢 变暗一些 然后其他的地方 就把它擦黑就可以了 这都是选区外的 都一律变黑 那这个过程啊 大家要耐心一点啊 这都快放了 有些局部 还是用这个色阶来一下 对 因为对于这个背景 不是特别单纯的背景啊 这背景上肯定会有好多杂色 所以咱们一定得耐心的用手工的 用这画笔呢 轻轻的擦一擦 擦出来它 那然后这样 最外边的边缘弄好了之后 把这个黑白区域都擦干净 肩膀这块呢 也再处理一下 这个色阶处理一下 来看一下红通道这边 我们是来取这边这个高光的发丝 图像右边这个高光的发丝 咱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高光的发丝呢 也用色阶来过一下 推了一下色阶 把它的黑白对比呢 加强 找出它的这种选区的边缘出来 但是现在看着也不是特别理想啊 咱们用前面学过的计算的命令 然后给这个通道呢 做一下计算 大家想一想 这个计算 现在是正片叠底 变得很暗 而是不是得换一个模式啊 换一个 哎 叠加 这叠加是让暗的更暗 让亮的更亮 但是这个效果有点过了 调一下不透明度 尽量有这个细节更多 啊 就这块的发丝 这是经过第一次计算 然后感觉不太理想的 再来计算一次啊 再来叠加一回 把不透明度呢 再降低 那主要是得到这个黑白区域 比如这个黑白区域 咱们才能做出来这个选区出来 那剩下的部分 再计算 也也不太好弄了 就这拿画笔啊 哎 这样手动的来修一下 把这些多余的颜色呢 擦一擦 当然为了能不能看到这个擦干净呢 咱可以使用反向 把这个黑的变白的 把它反一下 看看擦的是不是可干净 看这个区域 有没有这些杂的颜色 咱把这块选出来之后 可以来执行反向命令 在通道里面反向 那这样看 好多地方还是不干净 是吧 好多灰的区域 那这个时候再来设计啊 再来稍微的调一调 把这个形呢 调出来 那这块都出来了 然后回来 把这个区域呢 拷贝一下 再来新建一个通道 把这个部分粘贴到新的通道里面 好 把这些杂边擦一擦 去掉这些杂边 那留下这部分亮的发丝 好 这些左边有了 亮发丝这边也有了 然后下面呢 就来搞右边 还是在原色通道里面找一个啊 就找这个红色绿色蓝色看一下对比啊 那就用红色通道 复制一下红色的原色通道 然后咱们搞这个右边这半蓝的头发 那右边这个半蓝头发 他就是把头发该变黑了啊 左边是变白 右边的是变黑 然后让背景的变白 正好跟左边这个是相反的 通过色接调一调 把这个对比加强 找到这个边缘 那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呢 也都擦掉 那因为现在咱是找右边这个部分 左边这一大块呢 就不管它了 其他的这些杂色呢 都擦掉 只留下黑白区域 然后呢 再执行反向 这个区域呢 就又出来了 把这个右边这个部分 拿选框工具 框一下 选中一下 接下来就复制它一下 拷贝 再来左边那个区域 嗯 然后呢 点粘贴 让两个部分呢 合并一下 那这样这个基本选区呢 就在一起了 就可以一下用来用了 但是现在肩膀这块少一块啊 待会后面再补上 然后有发丝 把发丝 把发丝这块也合并进来 啊 拷贝一下 在这个里面 粘贴一下 把它也粘进来 这样整个选区呢 都合并到一起了 做出来这个选区 那么把它生成 按照Ctrl键生成选区 回到符合图像 来到图层上 添加蒙版 哎 这基本形呢 这就抠出来了 那给它换一个背景 新建个图层啊 换个颜色 看看这个 抠的怎么样 这细节怎么样 嗯 然后找到蒙版 调整蒙版 还是跟上一节课一样 在调整蒙版这里呢 动一下这个半径啊 移动边缘呢 进化颜色呀 让这个边缘 这个发丝 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反复的调节它一下 那么尤其是左边这边 因为右边这边呢 啊 这边没什么发丝 主要是来看左边 这个比较亮的头发丝 这块 找到最好的状态 调的感觉差不多 就输出这个蒙版 新建带有蒙版的图层 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回到通道里面 再来把这个 右边的一些高光的发丝 把这个选区呢 也调一下色阶 加强它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 选的更多一些嘛 加强它以后 然后生成选区 然后回到原图层的蒙版里面 然后在这个蒙版里面呢 再来填充白色 在这个头发呢 这边的发丝呢 显示的更多一些 接着使用调整蒙版 再来做一个细节的调整 所以说咱们前面讲的初阶抠图 调整蒙版啊 这些基础知识都非常重要 前面学好了 后边学这些东西呢 都很快 那接下来 再把这些 这漏掉的部分 在蒙版里面 用黑的画笔啊 或者白的画笔 擦掉或者添加 来修饰一些边缘 让它达到一个完美的程度 那这个活呢 这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能单单的 只是依靠软件 那有的时候该动手呢 那就得动手 尤其右边这个头发 这个发色 其实跟后边背景 这个木头这个颜色 非常的接近 如果是只是用电脑 来分析它的话 这是挺困难的 所以说该用手工的东西呢 就是用手工 得打造一下 现在再把肩膀这块啊 再把肩膀这块补一下 那通道里面 刚才那个肩膀呢 忘了选了 但是肩膀这块呢 这就没什么难度了啊 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抠图 用蒙板呢 或者是用画笔啊 用钢笔啊 都行 我这里就用画笔画了一下 那因为上面这个圆图层的这个 已经损失掉了啊 所以我这复制一块 复制一块 从这个圆图上复制的一块 补到上面 那因为它跟法斯这块没什么关系 大家这个看一下 知道了可以了 补了一块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右边这边 法斯这块细致的处理 那这块呢 就需要耐心一些 用比较细的 然后呢 不同的 不透明度的画笔 在蒙板上 把原来那些头发丝呢 把它画出来 那尽量的把它勾热的自然一点 和咱们已经选出来的这些高光的发丝呢 能够一个很自然的结合 一个衔接 因为这个圆图啊 头发跟木板呢 后边这个太接近了 所以这个有必要用手工去徒手的去来画一些这个发丝出来 达到一个自然的感觉 那这样就感觉差不多了 啊 再来进一些局部的修饰 来看一下 不同的背景呢 都来看一下 黑背景啊 绿背景 切换一下 看一下 那这样这个头发整个人就扣出来了 他其实用到的知识呢 都是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嗯 就是考验的你对一个蒙板 对通道 然后对计算命令啊 这些东西的熟悉的程度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耐心 别害怕 这个我做不出来 你别嫌麻烦 一点点的去修 一点点的去处理 啊 这些工具啊 原理啊 命令啊 你都会了 那么这个没有你做不出来的图的 好吧 那这个就算是一个稍微复杂点的抠图的一个流程 大家在底下呢 练习练习 那也不一定非要用我这种方法 只要结合咱们前面这些通道的原理啊 啊 这些基本的属性啊 蒙板的操作呀 大家可以自己发挥 只要最后效果做出来好 那就什么都好 好吧 这节课就到这 咱们下节 接着再来做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静伟Fotoshop教程 来我们上一节课呢 又练习了一次抠头发 那就是头发的层次比较多 呃 所以我们就分成了两部分来抠 那这一节课介绍的例子 咱们来看一下 那打开PS这里呢 哎 同样有这个美女 那她的头发和后面的绿色呢 还是比较接近的 那后面这个背景 这个颜色呢 也不是特别的单纯 不是特别的单一 啊 尤其扣右边的部分呢 包括左上边 这个头顶的部分呢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扣 如果我们只用一个通道 然后就用一个步骤 统一的一刀切来做的话 会很难把这个选区做出来 哎 就是这个背景呢 去不掉 当然了 呃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建议呢 就是大家手头 如果有这个素材啊 或者是要抠图呢 尽量的让这个人物啊 或者是前景啊 主体啊 和背景呢 有非常明显的区分 是吧 从色彩上啊 或者是从明暗上啊 这样我们后期抠图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那非抠不可的话呢 咱们就得硬着头皮来了 那就是分开几步 分成几部分去单独的处理 最后呢 把它拼合起来 其实呢 也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些处理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操作流程 那第一部分的工作 就是先调整颜色 先把画面上的颜色调整一下 啊 在这里利用的是可选颜色 主要是把红的颜色呢 调的更红 绿的颜色调的更绿 这样在通道里面 哎 这个对比呢 就更清楚了 更方便我们做选区 这可选颜色 这具体怎么调 这个咱们前面都讲过 啊 然后还可以再来使用通道 混合器 哎 再来加强一下红色 啊 还有这个绿通道呢 也是把降低一下 这个绿通道 把这个绿颜色呢 变得黑一些 这样这个通道里面 得到的这个对比的感觉就不错了 复制它的副本出来 咱们单独呢 先把右边上面这一块颜色 粘贴出来 单独来进行编辑 啊 先来分块的做 再辅大的工作 也是一块一块的分解开的 把这块 没用的地方都涂成白色 啊 咱们重点呢 就是来做这个发丝这块 只要把这块的发丝做好 处理好就可以了 做好前面那一块 再来看下面这一块 哎 就是现在框选的这一块 嗯 再把这一块呢 单独拿出来呢 再来处理一下 啊 就别着急 一耐心的一块一块的做 啊 把这块呢 先计算一下 因为这块这个颜色啊 区别是比较小的 让它对比加强 而现在颜色更深 亮的颜色更亮 啊 用叠加的方法 叠加一下 当然叠加一下 这个背景的绿色的部分 这个色光呢 也是变得非常亮 再来计算一下 用这个正片叠底 再压一压 把这个颜色压得足够暗 哎 这差不多了 那再用色接局部的调节 达到一个满意的边缘 那接下来的工多呢 就是拿画笔 先把没用的地方 给它涂上 啊 这些都是实在的选区 都是涂白色 然后呢 就是把这些黑色的部分 该去掉的部分呢 都去掉 擦干净 处理的差不多之后 把这块也拷贝过来 和刚才我们处理这个通道呢 让它俩合并在一起 啊 就是拷贝 然后再粘贴 粘到一块 然后看一下啊 这块呢 有一块漏掉的地方 没有处理 再从刚才得到这个 α2这个通道里面 再来复制一块出来 啊 再贴过去 粘贴 贴过去 然后呢 再用画笔啊 或者是加深工具啊 简单工具啊 啊 这个单色处理嘛 就那么几样 画笔啊 或者加深啊 简单的 把这块再处理一下 让法斯这个感觉呢 能够出来 那所以做这个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呢 把这些不好识别的部分 不太干净的部分呢 都要进行很细心的处理 那接下来再做第三部分 就是最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看起来就还好做一些了啊 这个地方就使用 红通道这里的 处理好的这个红通道 然后把背景的地方呢 用加深工具 加深工具把它加深 你说把它都擦干净 加深之后就变成了 没有选区了 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 这些选区 选区内的部分呢 都涂成白色啊 直接就 变白 变白 再来色剑 调整一下 把这部分的法丝呢 这个形状都得到 然后同样也是 靠背 再来粘贴 跟刚才我们得到这个 alpha通道1 把它呢 合并在一起 这样的右半侧的头发呢 这基本的形状 我们就都做出来了 再看一下 这个右半侧的 那分块来 一块块来 不要着急 发现有不好的地方 再修饰一下 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拉一条 这个参考线 表示这个参考线 右边这部分出来了 然后咱们再处理 参考线左边这个部分 那在这里啊 看一下 红通道这块有点强 然后呢 把通道混合器关掉 关掉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红通道 哦 对比的也很弱 头顶上这块发丝呢 不是特别的好处理啊 那这块就 得费点劲了 那还是使用刚才 那个比较亮的红通道 先把基本形出来 啊 你要记住再复杂的工作 啊 也是从整体到局部 这样一点点来深入的 啊 咱先把这基本形擦出来 先得到这个 大概的形状 那我这里用是画笔擦 大家用钢笔啊 或者用套索啊 啊 一些常规的这些工具 选出来填充白色也可以 这都可以 那这块的没有什么难点啊 就是 拿笔擦 这个要耐心一点 制作好先用的选区 或者稍微处理一下 啊 这块的进度就比较快了 把不要的东西呢 都删掉 啊 全都把它涂黑 啊 先把这个基本形得到 那因为那边那个头发呢 实在是太难处理了 那咱们得有这个策略性的放弃啊 有些地方实在是得不到的话 也不要太较真啊 我非得把它抠出来 因为这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的话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本来嘛 抠这种头发 尤其这种特别复杂背景的 颜色差别不大的头发 这种工作 这种工作本来就是一种非常 这这这不效率的工作啊 或者片子重拍 或者是想别的办法 好 合并完成 这样左边右边呢 这两个部分把它并到一起了 接下来咱们就生成选区 得到选区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调色的调整图层关掉 复制一下这个圆图 咱们在新的这个图层上 复制一份 然后呢 给它添加蒙版 加上蒙版之后呢 再给它建一个背景 这样的观察一下 白背景下 那看这个是 初步这个选区呢 看的也不怎么样了 是吧 杂色也很多 这个还得再处理啊 我们给它换一个背景 比如换一个比较清爽的蓝色 这种浅蓝色背景 然后就是选择蒙版 照例 咱们还是调整蒙版 尽量在这个调整蒙版命令里面呢 能把它更完善一些 来调这些参数呗 这跟咱们前面讲的那些都一样 调整边缘嘛 调整蒙版嘛 这些参数 调整差不多之后 就是再来进行手动的一些处理 看一下哪些地方还不太好 这边 这很明显 这些还没有干净 把它都擦掉 去掉它 对于发丝部分呢 也进行一些细节的处理 那就是在蒙版里面拿着黑画笔啊 或者是白画笔啊 那接下来这一步 就是对这些偏色 就是背景里面反射的这个背景的绿光 你头发上有这个绿颜色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颜色替换工具 然后用这种色相模式 选择头发的色相呢 就把这个绿色呢 给它替换掉了 咱们前面这个壁篇也是刚刚讲过颜色替换工具 在这里呢 哎 马上就用上了 把这个颜色都替换掉 这样这些杂色呢 就去掉了 哎 也是达到一种净化颜色的一种目的 这样这个头发就比较单纯了啊 这是也排除了环境光的影响了 那现在这些工作就是 把这个发丝呢 丰富一下 加强一下它的层次感 好 再处理一下头顶这部分 头顶这部分呢 咱们的这个就手工的给它做出一些来 画出一点不同的层次出来 然后把整体的头发再来修饰修饰 把这些细节呢都做到位了 你现在来看呢 这样这个头发就抠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中可能遇到有些图呢 非常的复杂 哎呀 很麻烦处理起来 这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那么先把心放下来啊 就是一块块来做 我们一口呢 吃不下这个大蛋糕 那我们就一小口一小口的来吃 把它分解开 一块块的来处理 当然这个过程相对于单纯背景的照片呢 比较简单的一些抠图啊 这个过程会复杂一些 耗费的时间精力呢 也都多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啊 一分更云一分收获 那当你投入了极大的耐心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把它非常完整的做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收获非常的多 比如咱们前面讲的一些案例呢 都是非常简单 我一边说一边就能做出来 但是呢 等我们以后接触的类型多了 接触的工作多了 你会发现没有几张简单的图 会让我们做 你遇到的可能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些问题 那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一步步的去消化 分解了它 啊 那么这个案例呢 也是当做大家的练习作业 啊 这个基本的原理 这些东西都讲了 所以说 咱们这节课呢 就是一个操作的流程 看一遍知道大概的做法 那你也就该动手开始做了 当然我这个图扣的也并不是有多好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的比我这个还好 到时候发过来呢 给我看看啊 那咱们这一节课就到这 我们下节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静伟PS教程 咱们这一节课呢 接着来说抠图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抠头发 对于这个发丝啊 毛发呀 去背景这个抠图的处理 而这一节课 我们再来看现在这张图片 这个是一个婚纱 一个这个新娘 穿着非常漂亮的婚纱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咱们学习的PS技术 把这个新娘 把这个新娘连人戴婚纱呢 一块都抠出来 哎 把这个现在屋里这个背景啊 这屋子里这有墙啊 有墙角啊 有地板啊 把这个背景去掉 给他换一个新的背景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抠这个戴婚纱的人物 要分两部分 啊 一部分呢 是抠这种不透明的 就是人物的主体的部分 那这个好说啊 是吧 前面我们讲这么多抠图的方法啊 什么的 这都是基本的一些抠图 那关键就是婚纱这部分的处理 婚纱 它是半透明的感觉 那么处理这个半透明呢 我们就得把这种不透明的像素给他 哎 给他半透明化 或者是在通告里面 给他去掉一些颜色信息 或者呢 哎 就是说在他图腾里面 调整一下他的不透明度 或者是调整一下他的填充度 啊 就那么几个思路 咱们对于这个抠项的思路就是啊 首先先把整体抠出来 然后呢 分成两部分啊 一部分是人物的主体 不透明的部分 再部分呢 就是婚纱 哎 半透明的这部分 然后对于半透明的这部分呢 做一下处理 把透过的这些墙角啊 门呢 室内的这些东西呢 把它抹掉 抹掉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婚纱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通道里面 可以选取高亮颜色 哎 只选取最亮的一部分的颜色 像那个纱的感觉 而且呢 这些像素肯定是半透明的 啊 它都不是百分之百 又是亮的颜色 又是半透明的颜色 所以呢 就很符合这种杀的感觉 这样我们再给它换一个背景啊 就显得透明自然了 啊 这也光这么说 大家听了肯定很头晕 啊 这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操作 按我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咱们实际操作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中 我使用的方法是用钢笔进行无损的操作 另外还有一些修补啊 修复类的工具 那这些咱们前面A篇啊 还有B篇 前面的课程都讲过 啊 什么钢笔这锚点怎么画呀 呃 钢笔路径的操作方式 这怎么来设定啊 矢笔这个怎么调啊 修补工具 仿制图章怎么用啊 图丛蒙板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些基础的知识 咱们的课程里面肯定不会多说 要想学好高级抠图 还有一些高级的操作 高级的知识 一定要把前面的基础知识学好 咱们后面的课程啊 不会对前面的课程有过多的重复 所以一定要把前面的课程啊 学好 学扎实 那么好的 咱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第一步呢 先用钢笔工具 把这个人物的主体呢 把它做出来 那么钢笔工具抠图前面的课程 咱们都讲过了啊 在A篇呢 就讲了钢笔的这些 使用工具的基本用法 然后在B篇的这个 初阶抠图的课程呢 也带领大家了解了一下 钢笔抠图它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就快进了 一个点一个点的 尽量的细心点 耐心一点 把这个边缘呢 都选出来 那选这个边缘的同时呢 就是选内侧边缘 选内侧边缘 它没有那个白边 嗯 好 然后把这个路径封闭掉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呢 也就是我们要做的选区 现在我们把这个背景图层 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然后呢 在钢笔的选项栏上点蒙版 也就是添加了使量蒙版 那这个时候这个使量蒙版 就把背景呢蒙上了 我找了一个树林的这个背景啊 因为他们抠婚纱嘛 婚纱是半透明的 所以我们在背景上啊 最好让它有点内容 这样能够看这个婚纱 这个半透明的感觉啊 非常明显的啊 那个后边给他放一个 这种风景的照片 来做一下衬托 啊 这里还有一点小细节 然后拿钢笔 把这一块呢 也挖掉 那么这样 这个整体的轮廓呢 就做出来了 大家看用钢笔 做出来这个轮廓啊 只要你做的足够细 这个边缘是非常完美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黑底啊 新建一个涂层 填充个黑颜色 大家看 这个边缘非常的光滑 啊 只要你抠的足够的细致 啊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来看一下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再复制一份 啊 复制一份 可以上面这个图层呢 我们要起名字叫做啊 就是 只有人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图层 我们只让它留下 这个人体的这个边缘 啊 那下面这个图层呢 我们把它叫做婚纱 下边这个呢 只是针对婚纱为做处理 那上面这个呢 只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外形 体型抠出来 那么还是利用 钢笔工具 咱们选择的是 减去顶层形状 这样一个路径操作方式 这样呢 我画上这个路径 那钢笔画的时候呢 自动的就把多余的 哎 那个婚纱那个部分呢 就去掉了 啊 做这个钢笔路径的时候啊 也一样 啊 做的细致一些 那围绕的这个 人的体型 把它选出来 那么这个 只有人 这个图层呢 其实就是啊 不需要做透明处理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人体啊 人这块啊 这个不用像婚纱一样 半透明 那选用路径操作模式 减去的这个形状 把这块都减去 那现在这里的就 只剩下这个人物的主体了 那这个部分 就是不透明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下面这个婚纱的图层呢 复制一个备份 然后呢 把这个婚纱这个图层拽到下面来 新建一个备份的文件夹 啊 这个图片呢 就没什么用了 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备份的文件 啊 以免以后呢 用得着 那么现在呢 使用这个复制出来的这个婚纱副本 在这个婚纱副本上就要做这个透明部分的这个婚纱的处理了 那么这个婚纱后面有这个门呢 有这个墙角啊 那这样我们如果直接执行婚纱这个透明的话 这个门和墙角都会出现 这非常难看的 那么就需要在这个婚纱上呢 做一下抹平的处理 好 在这里呢 使用的是修补工具 另外呢 也可以使用纺制图章 或者是修复工具 修复画笔啊 这一类的工具 啊 也可以用画笔 甚至是一些填充 模糊都可以 啊 这个大家这个工具都学过了 综合的利用的来 那么一块一块的耐心的 把这些呢 都抹平 哎 把它抹匀了 把这个门啊 墙角啊 这些东西呢 全都去掉 那我在这里用修补工具 用的比较多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啊 选择适合的工具 就可以了 那这个过程呢 肯定是比较的漫长的啊 如果你想修的非常完美的话 这肯定得费点功夫 啊 所以呢 这里都快进了啊 要不然这占用的时间太长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局部的区域呢 用一下纺织图章 或者用其他的工具 那么这个细节啊 这个是可以无限深入的 做的越细了 肯定这效果是越好的 那么我这个就先做到这个程度 咱们就做到这个程度呢 先看一看 看看行不行 就把大致的这些东西都抹掉了 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接下来我们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个婚纱半透明化 咱们来看一下通道里面 打开通道面板 我们按照Ctrl键 在RGB符合通道上点一下 这个时候会生成一个选区 那么这个选区 是一个什么样的选区呢 那其实它是根据RGB符合通道 这个灰阶呢 来计算出来的一个选区 那么最亮的颜色 肯定还是这个百分之百的不透明 那么仅次于这个亮的 或者是稍微变暗一点的颜色呢 就是一个半透明的颜色 那我们现在生成的这个选区 就是基于符合通道的灰阶 而生成的这个半透明的选区 得到了这个选区之后 我们来回到图层上 回到图层上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婚纱副本呢 把它复制一份 把它复制一份 然后这个做一个备份 拽到这个复制按钮上来 做一个备份 把这个备份的 也拖到备份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来 保留好这些原始的数据嘛 选择婚纱副本2 这个图层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这个时候我们添加的是图层蒙版 那它和后面的这个矢量蒙版呢 它们俩是共同来起作用的 那么矢量蒙版 我们其实确定的是外边缘 那么这个图层蒙版呢 它就是一个半透明的选区 是确定的这个透明度 我们用半透明的选区 给这个图层做了一个蒙版 其实就是把这个图层呢 对应性的降低了不透明度 那就是利用这个选区 利用图层蒙版 把这个画面上的像素呢 拨去一层 原来可能是有100层 咱们拨去了几十层 把它的这个像素的不透明度呢 对应的降低了一些 变得半透明了 添加了图层蒙版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白色的高光的区域呢 就被保留下来了 如果我们把黑的背景 现在啊 把这个黑的背景去掉 这个昏纱的就变得 就一个半透明的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只有人的图层 把这个人物主体的图层 覆盖上去 这样两个图层一结合 这个图呢就做好了 然后呢 可以再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比如说背景啊 这个感觉颜色有点亮 把颜色呢 把它中性化一点 然后再做个阴影啊 投影啊什么的 这样看着这个整体的感觉 还不错啊 虽然说这昏纱处理的 并不是特别的细啊 啊 好多部分没有处理 但是在这个背景上看 还是可以的 我们还可以选中 昏纱副本这个图层呢 来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或者填充度 这样呢 让这个昏纱看起来 更加的透亮 是吧 另外就是局部细节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在裙子下面 给它加点草啊 这个作品的完成度呢 更高一些 啊 就是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戴昏纱的人物 就从背景上呢 抠出来了 去掉了他原有的背景了 那通过这个练习呢 咱们主要了解的就是 符合通道来选取高光区域 也就是高亮区域 选取这些高亮区域呢 就可以当做这个半透明的昏纱 半透明的颜色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就来使用了 哎 选择了高亮区域 加上蒙板呢 直接就可以当做昏纱来用 这样呢 自然就会透着下面的背景 另外一点呢 就是昏纱细节上的处理 去掉昏纱里面的 一个透过的背景 把这个昏纱呢 抹平了 啊 这个呢 要花费一些耐心 花费一些精力 但是它肯定不是一个难点啊 这个只要你用心去做 肯定能把它做好 甚至是 比我这个做的还好 啊 那也是应该的 那我做的这个 也并没有把昏纱处理的 这个百分之百的完美 那只是在最快和最好之间呢 取了一个中间值 啊 就到这个程度 大家可以把这个当做作业 啊 试一试练一练 然后做好了 可以发给我看一下 那么好吧 这一节就到这 那有点抱歉 有点感冒 声音状况好像不太好 那么希望我能早日康复 咱们下节再见 同学们好 欢迎继续来观看 经纬佛特色部教程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继续来讲抠图 那这一节课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例呢 我们现在打开PS来看这里啊 啊 这里有一张玻璃桌子 啊 抠这个玻璃桌子 把它的背景去掉 只要这张桌子 那我们知道 抠这个玻璃桌子的外形 这个非常简单 啊 用我们前面学的钢笔路径就可以做到 啊 这些都是直线的造型 啊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小的一些转折 来 用钢笔路径 啊 很简单就能把它抠出来 那么这张桌子处理的难点 在于哪呢 就是玻璃的处理 如何把这个玻璃这个透明的感觉 把它扣出来 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要了解的 咱们比如说把这张桌子扣出来之后呢 放在另外一个背景里面 那比如说放在这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 是吧 那么咱们现在先从第一步开始啊 最基础的就是先把这个外形扣出来 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就用钢笔工具 可以放大一点 很认真的 细心的把它沿着边缘 先把它抠出来 这个外形这个非常简单 很快就把它抠出来了 好 然后我们把它 现在呢 啊 外边这些都不要了 咱们也不用蒙版了 直接生成选区 Ctrl加回车 直接变选区 然后呢 通过涂层 新建 有一个通过拷贝的涂层 Ctrl加勾 啊 直接Ctrl加勾 把这个选区 把这个选区的部分摘出来 啊 关掉这个背景 这背景没用了 那么这个扣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来处理这个玻璃了 那么玻璃 它是透明的 那能够透到 你看里面这个钢筋骨架 哎 能够透到这个铁架子 所以说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玻璃啊 处理成透明的 带有这种玻璃的感觉 我们必须呢 得把这个架子呢 也得抠出来 啊 因为这个架子 它不能透明 啊 架子它是铁的 啊 如果我们只选中上面这个玻璃面 把这个玻璃面抠出来 然后直接降它的透明度 那么这个架子也变成半透明的了 这就不真实了 是吧 所以说 还得单独把里面 哎 把这个桌子面下面挡住的部分 这个铁架子呢 还得单独的提取出来 那这个工作 其实也不麻烦啊 还是用钢笔 咱们用钢笔 哎 这样就大概的把里面这个架子啊 用钢笔描出来了 啊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桌面呢 复制一份 复制一个新涂槽 然后 把这个路径 Ctrl加回车 变成选区 这个时候呢 使用一个蒙版了啊 创建蒙版 哎 就里面这个单独这个部分呢 把它选出来 然后呢 再把 蒙版里面啊 在蒙版里面 把它 多余的部分呢 都删掉 选干净 那这里呢 我就直接用的套锁 啊 在蒙版里面填充黑色 就把这些呢 都删掉了 后面这块呢 其实也有啊 但是 这看着就比较含糊 啊 那咱先不管 它先这么着 那把这个图层起个名字 比如叫铁 铁架 铁架内 啊 它是内部的 那接下来再根据这个 底下这个圆图 咱们再把这个桌面 这个玻璃面 这个玻璃面 玻璃面的内侧的 这整个面 把它摘出来 啊 只留下外面的边 这黑边 这个留下 那这就直接用套锁就可以了 这就不用钢笔了 哎 因为它就是个直线的 沿着这个内侧 只要它内侧这个边 后边这两个边的不明显 可以薄薄的 有那么一点的行 那这块 那么这块呢 咱们就给它来一个图层 然后通过剪切的图层 啊 把这个图层呢 分成两片 剪切出来 那这样这个图层就变成这样了 啊 上面这个层关掉 下面这个 哎 是不是 就把这个面感觉给我挖走了 是吧 哎 这就挖走了 就是把这个 叫做 挖走的面 隐藏了它 不管它 把铁件呢 打开 好 这样其实 是不是就已经等于透明了 大家想 对不对 啊 其实就是说 这个挖走的面呢 就是把 原来的一些透的背景啊 这地砖啊 什么烂七八糟的呢 都去掉了 只留下了现在不透明的东西 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在这面里面呢 再来做一点这种玻璃的感觉 那就完了 啊 比如说现在 咱们把挖走的面 这个呢 复制一份 把它 ntr加 这 复制一份 啊 原来的隐藏 不要 然后呢 可以 锁定一下 透明背景 咱们把它这个呢 改个名字 叫做玻璃面 啊 这就是玻璃 这个玻璃面呢 就可以自己来处理了 那这个玻璃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处理了 比如说 把它的填充度啊 或者是透明度都行 把它降低一些 哎 这不就 半透明了吗 是吧 当然在这里啊 现在是透明的背景啊 没有什么参考 咱现在就把这个啊 把摘出来的这些啊 铁架 玻璃面 还有最底下这个下面的铁架啊 起个名字 这叫做铁 铁架 这是什么呢 铁架外啊 就玻璃面以外的铁架 铁架外 玻璃面 铁架内 那这三个图层 编个组 桌子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啊 同样的东西呢 编个组 然后每个图层呢 都能给它非常清楚的名字 这个便于 我们到时候自己来看 来查找这些图层 再一个呢 你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啊 还是和别人在一个团队里面协作 别人接手了你的PSD呢 也会非常的清楚 这工作起来是很有效率的 那把它 咱把它拽过去 拽到客厅这张图上来 啊 有点大的 就这个角度可能也不太对 但是 主要是来看这个意思啊 这个透明的意思 缩小一下 那就比如说就把它放这吧 就这么着吧 那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玻璃桌子 这个感觉就已经 已经有了 啊 可以透着 那可以透着这个屋里的 其他的东西 能看到后面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效果啊 呃 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虽然说这已经算是 说可以勉强的完成了 但是并不理想 就看了这桌子 脏兮兮的是吧 啊 对了 还可以再深入的制作一下 比如说 让整体的这环境 感觉协调啊 光线呢 玻璃的反光的协调啊 色调啊 这个颜色呀 包括桌子的投影啊 这些都可以往系里做 啊 只可以做到这种 一甲乱针的程度 比如说 咱们只说这个玻璃 啊 这个玻璃 选中这个玻璃面 这个玻璃面 现在的填充度是降低了 是吧 那原来百分之百的时候 他这还透了好多啊 很多杂乱的东西 是吧 那么 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给他做一下处理吧 原来的东西给他擦掉啊 或者干脆 怎么着呢 干脆给他填充一个别的颜色 填充一个渐变 那我们 编辑一个渐变 因为玻璃他受光 都是那种镜面啊 这种感觉 渐变的感觉 所以你如果要平图一个颜色 效果不太好 选择渐变 玻璃的颜色也是 那可以 稍微偏一点蓝绿 这可以找一找这个感觉啊 先找一个差不多的啊 从淡淡的这个青绿色啊 可以先试一下 拉一个渐变 这边了 这样 然后可以这个玻璃面 再复制一份涂层出来 我们把下边这个玻璃面呢 给它改成正片叠底 叠一下这个 然后上面这个玻璃面 来降低 来降低它的填充度 哎 这个感觉就 有了 是吧 既能保证有这种透明的感觉 而且呢 也得有这个玻璃的光感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子啊 里面 玻璃里面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感觉不是特别好 那么 可以来 使用一个调整颜色的 比如用曲线 选择曲线 给它加一个简贴蒙版 当然只调这个架子 颜色加深一下 再加一个调整图上 再加一个色彩平红 可以把颜色呢 再 稍微偏一偏颜色 啊 也是加上 剪辑蒙版 只调这个架子 当然这个时候 外边这个架子呢 也需要调一下 当然了 可以把这个两个调整图层选取之后 按照out键 复制一份 然后放在 铁架外 也是 创建简贴蒙版 只让它作用于这个铁架 它这个颜色呢 稍微得要变化一些 啊 这个颜色呢 不能 不要这么太暗 啊 毕竟它是玻璃面以外的 颜色呢 要有区别 好 那最后 就是加高光 然后呢 还有就是加投影 是吧 那这个高光 我们可以 选中上面的一块 上面这个窗帘这一块 然后从这个背景图层上 挖下一块来 Ctrl加 J 单独挖下一块来 我们把它放到最上面 自由变换 然后垂直翻转 那调节一下这个形状 让它有 这种反光的感觉 镜像的一种反光 那当然这个得给它加上蒙版 要把它放到玻璃面里面 那就是选中玻璃面建立一个选区 然后再回到上面这个蒙版里面 那Ctrl加 填充黑色 Ctrl加Delete 那这样正好是相反了 是吧 那这样正好啊 我们前面学过反向 选中图层蒙版 然后Ctrl加I 反向 那么这个反光 不就进来了吗 是吧 那这个反光 可以给它变一个混合模式 比如说柔光 柔光的模式 哎 这个感觉就好多了 是吧 可以还降一下这个填充度 那这个玻璃 如果是个磨砂玻璃呢 那就可以把这个 这高光这个图呢 做滤镜啊 加上的这个磨砂效果呀 啊 这这个越做越精致 越做越好看 其实这边呢 也应该有一点 呃 咱们把它做的比较完整一点吧 好 高光呢 就这样 然后就是投影啊 为了让它在这个环境里面更舒服一些啊 其实咱们这节课讲的就不只是一个抠图了啊 更多的是在说合成啊 制作方面 因为这个知识啊 它都是综合在一起的 那不论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这个知识都是搅和在一块的啊 没准你会用到哪些部分 是吧 抠图 那前期的 那么接下来 抠好了之后呢 后期就是需要编辑啊 合成啊 啊 就用到好多软件啊 综合的工具啊 还有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空间的把握能力 色彩的把握能力 一些设计能力 那这些东西就是一点点的做起来培养出来的 那这个投影也是我们新建一个图层好了 画出来这个影子这个腿 两个这个钢笔这个形 然后直接生成选区 填充一个黑色 那这个时候应用需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就是柔和化 把它柔和一下啊 因为这个屋子里这种慢反射的光线呢 比较柔和的 呃把它先都加上蒙版吧 利用蒙版来进行操作 先用画笔 用黑色的柔软的画笔 啊 先做出来 阴影这个衰减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来整体的调整一下 不透明度或者填充度 然后用我们A篇讲过的模糊工具 用模糊工具 虚化 但是这个虚化呢 也是让它有这种过度感觉的 强度先降低一点 影子越往这边的越虚 这边这个也是啊 因为在室内啊 这个影子有点那个意思就可以 然后再来画一块这个玻璃的影响的这个范围 再来做一些边别角角的这种小的修饰啊 就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张桌子再整体的调一下颜色 嗯 还是用色彩平衡吧 那这个色彩平衡呢 剪贴到这个组里面 只影响桌的这个组 然后因为这个室内的环境啊 这灯的暖光啊 什么的 可以稍微的动一动 稍微的调一调 好了 就这样啊 这样这个桌子呢 就抠了出来 然后再合成到一个新的环境里了 当然这还可以再来往戏里做啊 就是说墓地板对于这个桌子 还有一些倒影啊 除了投影 还有一些倒影啊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小的光线 小的细节 这些大家呢 可以试着做一做 啊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教给大家怎么做呢 大家在底下 用心做 好好做 那一定会做的比我这个还好 好吧 那就试试吧 同样做好了之后呢 那把图发到在线教室 一起来说一说 那么好吧 这一节课就到这 那么下一节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观看 静伟Photoshop教程 那我们这节课呢 继续来讨论抠图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 换一种思路 来进行这个通道方面的抠图 大家知道 用通道抠图主要是来分析 半透明的这个选区的啊 就是边缘不是那么清晰啊 这类似于半透明啊 语化状的选区 适合于头发呀 烟雾啊 这种感觉的东西啊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思路就是 对于图像进行颜色的调整 调节这个图像 把它变得更容易用通道来进行分析 这怎么回事呢 咱们现在来看这个图像 那这张图呢 主要就是为了抠这个头发 那当然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点啊 就是背景它是单纯的啊 背景是白色的 我再看后面这个也是 是吧 还有这个 这都是白色的背景 那么用它来抠图呢 相对来说的比较简单 那直接就可以在通道里面啊 选一个 比如选蓝通道啊 然后呢 进行调整 但我们也可以来换一个思路 就是先在原图上呢 进行调节 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呢 啊 这个咱们学过啊 就是黑白啊 比如我们给这个啊 加上黑白的调整图层 哎 就施加这个命令 调整图层 黑白 那这个就变成黑白的了 咱们前面讲黑白的时候 知道这里面都控制了 哎 这六种颜色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 把这六种颜色的色值啊 都把它降到最低啊 其实红色降到最低 就基本上可以了 黄色啊 绿色青色 这些都降到最低 那么现在来看 如果我想抠图的话 是不是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是吧 我们去通道里面 随便选哪个通道 都是对比非常的鲜明的 那把蓝通道可以选出来一个 然后把里面这个黑色 把它都涂抹掉 是吧 把它涂掉 这留下这个轮廓 然后稍微的调一下色接 白色 把它变成白色 然后反向一下 反向或者不反向都可以啊 哪怕在蒙版里面反向也可以 擦一擦里面这些 把它擦干净 嗯 那这样就行了 是吧 把它生成选区 然后回到原图 把这个黑白先关掉 回到原图 这个时候 或者先留一个备份啊 也可以 直接来添加一个蒙版 是吧 这头发就抠出来了 哎 这就是前期对图像呢 先进行调整 我们先添加了黑白这个命令 那这个时候 你再去通道里面再行编辑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啊 如果我们直接对原图呢 那这个时候再去通道里面呢 你还得再去来 呃 编辑通道啊 哎 还得再涂好多颜色呀 啊 可能就不如这个呢 做起来比较自然一些 同样 咱们把这个思路可以引申到 其他的照片 比如说这张照片啊 也是 添加一个黑白 那么这个黑白也是 把它都降到最低 来想一想 这些里面都是有颜色 降到最低之后呢 就都变成黑色了 那么白色呢 它就不受影响 那这样这个黑白区域呢 正好就可以用来抠头发 当然也可以啊 也可以来 比如在蓝通道 选一个蓝通道 复制一份出来 嗯 还是把里面这个擦掉 啊 不需要抠的地方呢 给它擦掉 那反向 那这个区域就出来了啊 然后再来抠图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弄啊 后面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也是添加一个黑白命令 这里面就全变黑了 这些头发呢 就非常的好处理了 我们不用在通道里面做过多的修饰啊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当然这是单纯的白背景 这个看上去就比较简单 那么其他的颜色呢 其实也可以来用这个黑白命令 因为咱们这个黑白里面还管着六个颜色呢 是吧 那它可以调节一些复杂的颜色 你比如说再看这张 这也是一个小猫 那这个非常沉稳 非常冷酷的一个老猫 这看了就不像是小猫了 那么这个啊 背景呢 是个绿色的啊 偏点黄绿 青豆绿这样的 那咱们也可以来使用黑白命令啊 使用黑白命令 这个时候 使用黑白命令 是这样来调节 我们可以把绿色 那看绿色呢 把它降到对低 这样绿色的背景呢 就变黑了 那这样绿背景变成了黑色 那么这个猫呢 是一个浅灰色 我们可以再来稍加处理 比如再叠加一个色阶的调整图层 啊 可以把这个值呢 再稍微的调整一下 调整色阶啊 调整这个黑白场比例 这样就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边缘啊 比较完善的一个边缘 那么还是在通道里面 选啊 这个哪个通道都可以啊 选一个通道 复制一个通道 然后呢 把这个通道稍加编辑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难编辑的地方 就是把不该用的地方呢 把它擦一擦 擦干净 那猫的里面给它白色也擦干净 这样就得到了黑白区域 然后按着Ctrl键生成选区 然后回到原图 我们把这个都关掉 那直接来添加个蒙版 这样把这个帽子抠出来了 当然为了更细致一些呢 还可以再来调整蒙版啊 这跟咱们前面说的方法啊 就那些 再就不调了 所以这个黑白命令呢 在抠图里面 也是可以经常用的啊 除了黑白命令之外 大家可以扩展的想一想啊 就是咱们来添加一个通道混合器 这个时候呢 勾选单色 那就这样降低绿色 增强其他的颜色 来降低绿背景 突出这个猫 这样就得到了 基本的这个黑白的区域了 当然了 还可以再来进行下一步的调整 最终呢 得到像这样的一个选区 这就OK了 就可以用来抠图了 那这就是利用黑白啊 或者是能够制造单色的调整命令啊 来调节图像 最终呢 便于我们来进行通道抠图 哎 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就是这个方法 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啊 当然你用传统的方法呢 也可以啊 你学会的方法越多 那么你工作起来呢 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是吧 那么好的 这一节课呢 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节再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 镜尾Photoshop教程 那咱们继续来进行抠图方面的课程 那这一节课咱们来抠个什么呢 哎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那这个呢 是一个香水瓶 那这个香水瓶 它是玻璃的 那玻璃 咱们上一节课 抠了那个玻璃桌子 哎 那是一种思路 那么对于这个玻璃瓶呢 其实跟那个玻璃桌子 有点像 但是做法方面呢 呃 也稍微有一点区分 那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玻璃瓶子 把它抠出来 抠出来呢 然后给它换个背景 那最关键的就是 抠出这种玻璃的半透明的感觉 啊 或者是这个全透明的感觉 这种通透感 那么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现在呢 先把它拽到背景上 啊 你抠这种透明的东西呢 最好加一个背景 哎 有背景对比着看呢 效果会更好 啊 这个图有点大 跟设定自由变换 然后呢 把它缩放到合适的一个大小 好 那第一步 和咱们前面抠婚纱很像 就是先把这个外轮廓 把它抠出来 哦 那这个就简单了 是吧 这个用钢笔啊 是吧 一般就用钢笔就可以 他用钢笔一点点把它做出来 可以把它选的非常的 选的非常准 啊 这个外形呢 也很简单 就拿钢笔描一下就行 好 再做一下适当的调整 在这里加一个点 做的再细致一点 好了 啊 这个外形就描出来了 那我现在 我这个钢笔啊 用的是形状模式 啊 这个形状啊 路径啊 这制作选区啊 这都无所谓啊 呃 我们 Ctrl加回车 直接把路径生成选区 啊 变成选区了 然后我们Ctrl加J 把这个上面这个提取出来 啊 外形出来了 那 把这个圆图层呢 咱们把它拽到下面来啊 当做一个备份啊 也不删它 留了它就可以了 啊 现在就来看这个 分析一下 这个瓶子的瓶盖和瓶身 是应该把它分开的 啊 因为瓶盖啊 它这是不透明的 啊 看这个材质也肯定不是透明的 那瓶身呢 啊 这这就是玻璃瓶 肯定是有透明感的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GF这个标 那么这个标呢 肯定 哎 也是不透明的 那咱们现在把不透明的部分呢 先把它摘出来 也就是把瓶盖 啊 这个比较简单的拿套索 把瓶盖这个区域把它选出来 然后把它剪切出来 然后把它剪切出来 咱们把用这个 通过剪切的涂层 剪切出来 啊 这个就算分开了 把头给 砍下来了 另外 另外贴的这个商标 是吧 如果你想往系里做 做得非常精致 就得考虑到这一点 是吧 这个商标嘛 啊 可能是一个贴的印刷品呢 或者是贴的一个金箔呀 银箔呀 之类的 那么就把它抠出来 啊 它是不透明的 和玻璃呢 不应该 啊 在一起 那么 这个用什么呢 啊 用钢笔 是吧 钢笔肯定是非常的准确的 那如果说用钢笔太麻烦了 啊 要求如果不是那么高的话 用这个快选 快速选择工具 是吧 用快速选择工具也可以 用快速选择工具呢 把这个 标大概的 把它选出来 按照out键 把里面的这个呢 把它排除掉 笔可以小一点 细节这样 那么这个就比钢笔啊 快多了 当然 效果肯定没有钢笔的好 那这个就选出来了 然后把它 咱们也Ctrl加J 这个Ctrl加J就可以 复制出一份来 好 这样 那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这个瓶子的透明感 好 现在把这个图层那起个名字啊 为了看得更清楚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图层起个名字 这个叫玻璃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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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啊 这个是 这是logo 这个是瓶盖 好 上面这个形状也不要了 删掉 那接下来就是在瓶身上来做文章了 首先我们复制一个瓶身出来 Ctrl加J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我们把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先不管 咱们先把上面这个隐藏掉 把下面这个瓶身的部分呢 把它改成正偏叠底 哎 模式 它的混合模式改成正偏叠底 大家看叠了之后 这个时候咱们都学过混合模式 是吧 叠了之后 深颜色呢 就和底下 底下这个激色这部分 啊 像叠压 就加深了 那么亮的颜色 白颜色 比较亮的颜色呢 消失了 啊 因为这个白色呢 是中性色 啊 这些咱可以回忆回忆 前面讲的这个混合模式的课程 那么这样看上去呢 这个瓶子啊 就变得 透明了 但是呢 这太假了 是吧 这怎么了 全透明 这也不可能的 那因为这玻璃屏呢 它本身还有反光 是吧 它既然能透光 也有反光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上面这个图操 要做的文章 就是做的反光的区域 反光的部分 啊 让它保证又通透 而且呢 又实在 啊 有实际的东西 那么上面这个图层 咱们把它起一个啊 这个叫做 反光 在上面这个图层 做反光的部分 咱们想反光的部分 它是亮色呀 还是暗色呀 这个平身 这个反光的部分 那肯定是亮色 是吧 那不可能反 你反 反黑色 是吧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 这块是亮色 所以我们就要 选中这部分的亮色 咱们把这部分亮色呢 把它提取出来 哎 这个时候就跟这个 做婚纱是一样的 咱们先把其他的啊 咱们把其他的这些 都隐藏掉 都隐藏干净 只剩下这个 平身反光 然后呢 在通道 通道这里面 在符合通道里面 我们按了Ctrl键 点击符合通道 那这个时候 选中的就是 基于RGB 这个符合通道 它的灰接呢 来生成了这个选区 那么亮的部分 那生成的就是 高亮的部分 那么现在 咱们回到图层上来 回到这个图层上来 那这个选区呢 选中的就是 高亮的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来 添加一个蒙版 哎 添加蒙版之后 来看这个 暗的颜色呢 就被蒙上了 啊 就跟橡皮一样 被擦掉了 只剩下 亮的颜色 当然我们还可以来 在蒙版里面啊 为了让这个 更通透 在蒙版里面 还可以来编辑 我们选中蒙版啊 选中的是蒙版 哎 比如说还可以来 Ctrl加M 调这个曲线 然后把这个色接呢 可以加深 你色接越深 那蒙版的蒙的力度呢 就越大 那看这个透明度呢 哎 这种透明的感觉就越强 明白吗 咱们现在取消啊 看一下蒙版 按着这个out键 现在我们是显示的 蒙版里面的区域啊 我是按out键 进入到蒙版的预览 咱们CtrlM曲线 我加深的话 那是不是蒙版里面 这黑的就越来越黑了 黑的越来越黑 就代表啊 这个抹去的部分 越来越多了 它的不透明度 就越来越低了 啊 越深 就代表了抹去的呢 力度越大 是吧 加深这个 然后点击确定 那回到图层上来 那就结束这个蒙版的预览啊 回到图层上来 啊 就是这样了 那么这样 现在把logo也放上去 logo贴上去了 瓶盖也放上去 那么底下这个玻璃瓶身呢 是代表的深色的区域 把深色的区域也放上去 啊 这个瓶子就恢复了 是吧 那为了让 这个瓶身呢 更通透 那么还可以把瓶身的 不透明度 这个时候还可以再稍微的啊 降一降不透明度 或者是填充度 那现在这个瓶子 也看不出来什么 因为没有背景 那最后点亮背景图层 我们来看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玻璃瓶子就抠出来了 啊 既有透明 又有反光 啊 如果想更通透 可以把这个不透明度 或者填充度呢 调的更低一点 那如果想突出这个logo 那你这个 如果是个广告图嘛 是吧 你得突出这个品牌 咱们把这个logo呢 还可以再来做个处理 比如说把它复制一份 啊 然后给它这个颜色呢 让它 加深一些 那为了让这个瓶子 变得更透亮了 我们还可以把 暗的颜色 让它变得 更暗一点 那就是 瓶身的部分 还可以再来 复制一个涂层 哎呀 这样效果更好 哎 这样这个瓶子呢 就很完美的抠出来了 大家学会了没 好的 这个非常的简单 但是效果呢 非常好 大家在底下做一下啊 那么这一节课就到这 咱们下一节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观看 近伪Photoshop教程 那么这一节课呢 再来探讨一个抠图方面的课程 那么和上一节很类似 上一节我们扣的是玻璃瓶子 那这回呢 咱们扣的是水花 那么这个水花 其实和玻璃啊 是一样的 啊 它们都是那种透明的 哎 这种感觉的 那只不过一种是液体 哎 一种是固体 但是方法上呢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呢 就来看一下 那么看现在这张图 这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水花 那么背景呢 是比较单纯的白色背景 当然如果是复杂背景的话呢 也能抠 啊 就是这个工作量 就比较大了 比较麻烦了 啊 道理呢 原理呢 都一样 就是要把后面的背景的一些 杂色啊什么的 都得把它修平了 抹平了 跟抠婚纱那个呢 哎 也是一个道理 啊 但凡遇到透明的东西 就是要把背景后面的 这些杂的元素都得去掉 所以说单纯背景呢 我们会抠了复杂背景呢 啊 其实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多一道工序 那么这道工序呢 花费的时间呢 可长可短 啊 那么咱们现在就来看 啊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样一个水花 其实我们完全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玻璃 啊 那么这样说起来呢 这就好办了 那么首先第一步 咱们先从外形上 先从外形上把它抠出来 哎 跟抠这个玻璃瓶子呀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一样 哎 先把基本的外形抠出来 那么有的时候啊 那比如说这个水花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复杂 那有的水花啊 或者是这个外形特别复杂 这个我们用什么工具啊 啊 如果用钢笔的话 那就是很麻烦的 这一点一点的把它画出来 太麻烦了 那我们在抠这个外形的时候 就可以呢 先从通道里面来分析 哎 利用通道的这个辅助的功能 然后把这个外形呢 先找出来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通道面板 因为这个样图啊 呃 颜色呢 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青色 淡淡的蓝色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类似于一个 灰阶图啊 就是黑白图 那么看这几个通道的区分呢 嗯 也不太明显 都差不多 咱们看 比如说就是这个 红通道吧 我们选择红通道 红通道 要复制一份 哎 然后呢 对这个红通道做一下处理 那咱们可以反向 在这反向Ctrl I 哎 反过来用 哎 黑的变白的 白的变黑的 然后呢 调节它一下 然后用 Ctrl M 曲线 然后把它调量 啊 为什么要调量呢 主要是来找这个外形嘛 那么这样的这个黑白的这个边缘轮廓呢 啊 就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还可以再 再用色接也可以 看边缘有一些杂色 然后呢 合并一下黑场 去一去这些杂色的这个色斑 好 点击确定 这样这个基本的轮廓 这个外形呢 就有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 里面这些黑的部分呢 把它都 变白 啊 得到它这个基本性 然后就用画笔直接画就可以 然后 然后里面的大块颜色 拿套索把它勾上 都填充成白色 啊 就要一个 最准确的一个外形 也不管它那些透明度啊 什么的 啊 统一用白色 给它填充一个白 好了 这个水花的外轮廓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按照Ctrl键 生成选区 回到符合通道 回到图层上来 这个时候咱们啊 还是复制一个副本了 然后 添加一个图层蒙版 哦 这样就是一个单独的水花 那我们把它放到背景上去 啊 有一个背景 啊 有背景做参考 啊 观察这个透明的感觉吗 那接下来呢 就跟我们上一节课做的那个一样了 啊 我们先来找到它的暗的颜色 那我们来到通道面板 在符合通道上 然后按着Ctrl键 单击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选中的就是水花的亮色的部分 啊 我们再来选择菜单里面反向 那Ctrl Shift加I 那这个反向的是方向的向 选区的反向 选择了这个其他的部分 这就是暗色的部分 好 现在回到图层上来 那咱们把它从这上面复制出来一份啊 Ctrl加 这就可以 复制出来一份暗色的 嗯 就这个淡淡的暗色 我们可以打开背景啊 看一下这个暗色 那么这个暗色 就是使用正片叠底的模式 啊 如果感觉不够暗 不够深 我们就再来Ctrl加J呢 复制一个图层 哦 这样就感觉就比较暗了 那亮的部分呢 哎 还是那个老办法 啊 还是用这个啊 把这个先隐藏掉 还是用他这个图 把其他的先隐藏掉 然后在通道里面 按着Ctrl 点击符合通道 那这个时候就选择的是亮了 啊 回到图层上 还是用这个图层 我们再Ctrl加J 那复制出来一份 但这份呢 是带着外边的这个背景的 因为咱们这个是带着蒙版的 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蒙版的给他 也应用过去 复制一份蒙版 同样也给他 啊 这样把这个隐藏掉 嗯 这就是一份亮色 亮色这个图层 现在起一下名字啊 把它弄规矩一下 这个叫做亮色 亮色 这个叫做暗色 暗色一 暗色二 亮色呢 可以来降低一下 不透明度 这样变成半透明的感觉 我们再来换一个背景 看一下 哎 在这个背景上 可以把 这个亮色的这个 再来降低一下 啊 根据不同的背景吧 把这个不透明度啊 或者填充度啊 都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 那还可以在这个亮色图层上 我们把这个亮色的蒙版啊 干脆把它应用 应用一下 把多余的部分都删掉了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新的蒙版 在这个亮色的图层上呢 还可以再加上一个过度感觉的渐变 哦 就是这个黑白渐变 拉一下这个渐变 让这个液体透明的感觉呢 更强烈一些 当然亮色也可以来 Ctrl加G 再多复制一个图层 或者多复制两个 来增强一下这个亮色的效果 那么多复制出来几个呢 就可以来调节一下这个不透明度 来控制这个每一个亮色的层次 啊 甚至可以控制每一个亮色的这个蒙版的效果 那这是我们上一节做的 咱们把这个瓶子呢 编了个组 那简单叫做瓶子 瓶子这个组 哎 可以把这个瓶子呢 放到水花这个图层上来 让它俩呢 可以合成一下 啊 自由变换一下 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把瓶子可以放到水花的下面 然后再把这个水花呢 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给水花这个组加一个蒙版 把后面这个档上的部分呢 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比如说水花这块呢 它是被瓶子呢 挡了一部分 那么它的这个不透明度呢 哎 跟前面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 拿画笔把它擦一擦 它也不能全擦了 控制一下这个不透明度 有一点这个若隐若现的感觉 看吧 就在不同的背景上来看 那么这个水花的色调 可以给它加一个色彩平衡 然后我们按照out键 在两个涂层的中间 这个缝这儿呢 建立一个简贴蒙版 那只作用这个水花的这个组 给这个组加了一个调整涂层 然后把它偏这个颜色 让它偏偏轻 偏轻一些 再来加一个送向饱和度 讲一下饱和度 让这个颜色呢更加匹配 看上去呢更和谐统一 啊 这样就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利用咱们学的抠图的知识 还有抠这种透明的物体 透明感觉的东西 这方面的技术呢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合成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其他的图形的这些合成啊 这些组合呀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作品 而不仅仅呢 就是一个练习 那么好的 这个呢 大家再试着做一下啊 作为咱们这种抠图技术的一个 巩固性的练习 嗯 这节都到这 咱们下节再见 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观看 静伟PS教程来学习 咱们前面学过了很多的抠图的知识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性的练习 我给大家呢 提供一些案例的素材 那么大家通过这些素材 可以来练习不同类型的抠图方法 那之前有的同学说 咱们前面的练习太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课呢 还没有完全讲完 那么咱们通过前面 这么多的这种抠图的课程的讲解 原理的讲解 学会了啊 这个普通的抠图 还有一些高级的抠图 通道的抠图 把这些知识呢都了解了之后 接下来呢就是要做大量的练习了 比如说现在看 让这里有一张 这有水花的 那么这个就要用到我们学习的通道方面的知识 还有蒙版 还有高光颜色区域 这些知识 那就是抠水花 抠玻璃 那么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再来试一试这个 通过这个呢 再来练习一下 强化一下 还有像这样的 这种情况的水壶 还有这样的一个水晶数字 那这种感觉呢 那在练习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最好呢 把底下的这个投影 这个阴影的部分呢 也一并把它抠下来 那么这个阴影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通过通道就可以了 那么上面这个21这个数字呢 就跟抠玻璃啊 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还有烟雾 这样一流烟 那么这流烟呢 完全就可以通过通道 很简单的就把它分析出来 这个选取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烟雾提取出来 它背景都去掉了 另外 这个云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都可以来练一下 那还有这里 还有一个这种情况的水杯 那这个水杯呢 这个水杯它不是空的 里面有水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那其实呢 也是一样的 啊 就是找到暗色 找到亮色 然后呢 找到透明色 多分几个层次 把它抠出来 再看这个 那这个 哦 这个感觉就有点麻烦了 那这个玻璃茶几呢 后边这个乱糟糟的 这个给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这个呢 可能要用一点时间 用一点耐心把它做出来 那另外咱们还学了一些抠头发 那抠头发 不管是用调整边缘呢 还是用通道啊 哎 你只要能把这些头发的法思呢 跟背景 这个轮廓区域 在通道里面 做出来 能够把它们分离开 制作出来这个选区呢 再来手工的 精心的打造 那么 甭管多么复杂的头发呢 理论上都是可以扣出来的 另外这个 哎 小鸭子 还有小兔子 那么大家看 它是一个绿色的背景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来通过调色 哎 通过黑白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说用黑白 也可以来 这个抠那个头发呀 毛发呀 什么的 黑白命令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色呢 通过黑白命令 或者其他的调节命令呢 把这个颜色区分开 那么颜色区分开之后 在通道里面 它的轮廓 它的这个选区范围 那也就区分开了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 另外我们还练习了婚纱 是吧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的婚纱 啊 大家觉得有必要练习的呢 还可以再来练习一下 啊 总之有这么多的案例 大家可以啊 把它们都做一下 那这些呢 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 你要做的 其实还需要有更多 那么不能光指望我给大家找案例 你自己呢 你要去找一些图 那去做更多的练习 直到把这门 抠图的这门技术啊 抠图谈不上艺术 但是呢 绝对是门技术 把这个抠图抠好 抠图抠好了之后 这是前期工作 前期工作能做好 那么对于我们中期的制作 后期的调整 以及最终的效果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一张图颜色非常的漂亮 什么都好 但是就是抠图 毛毛操操 那感觉就是不细致 那那就是一张 不成图 一张失败的作品 那所以说抠图 那就是一个基础中的基础 抠图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 PS软件制作呀 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好吧 那我们这次留了很多的作业啊 也可以说就是案例练习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做呢 抠图课 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前面AB片 也学过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调色的知识啊 制作的知识啊 那么那么多的知识 学了之后 总感觉没有用武之处啊 就是无从下手啊 我知道大家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后面呢 还会有像这样的大量的练习啊 我先讲上十几个案例 或者几十个案例 那么我也会给大家呢 留上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 这样类型的案例作业 那你就去练吧 不愁你练不好 不愁你学不好 那么这些巩固性的练习 咱们都统一的安排到了 第一篇练习篇 通过大量的练习呢 让你学到的知识 最终付诸到实践上 从而真正的掌握 PS这款软件 那好 那这些案例图 这些素材图呢 都会随着咱们的课程 发给同学们 大家就可以玩起袖子 来开始做了 有的比较简单 啊 但是有的呢 在比较复杂 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达到学会练习这样的目的 那么好的 高阶抠图的课程完毕之后 咱们会进入PS软件 最后一个常识性知识 认识的环节 啊 就是滤镜课 那么滤镜呢 用途也非常的广泛 能熟练的掌握滤镜 能综合的运用滤镜 会为你的创作锦上添花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感 那么咱们就下节再见吧 好的 拜拜